大家好,我是黑鱼 今天咱们来看一下头骨 那天我去野采的时候 在那碰上头骨 今天把它搞过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骨头 估计很臭 拿酒精搞过的 但是还是很臭 很大一个骨头可以这样看一下 大事的砍尾可以看到这个轮廓 诶 就是这个头骨 各位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头骨的 大概这个轮廓 大概样子 就这样的,这边这个眼眶还碎了 也放了,都有点碎 满满都是酒精的味道 非常完整 头骨已经完全空掉了 然后这个鼻腔里面好像也是空的 非常完整的一个头骨 然后这是它那个下额部分 诶 就这样的 非常完整 每个牙都非常完整啊 这个头骨 然后这个怎么 怎么得拼上去啊这个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它这个好像是下巴是这样的 好像是 反正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一个 一个头骨 然后这个有很多大老 对说这个应该是 猫科的头骨 猫科的骨头骨头骨 应该是 野生的话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 我不知道这个下额怎么按 它这个是 下额好像还能活动呢 这个 哦 还能活动呢 这个 我靠 好神奇啊 哇 这个臭味上来了 这个酒精的味盖不住这个臭味 哇 真难闻啊 可能是这样的 对 这样的话你看这好像是吻合的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下额却掉了 这就有点头疼了 这个下额到底是在哪儿的 诶 这样好像也能拼上是吧 这样也能拼上 但是这样很明显 这会儿不是 又有点弹疼啊 可能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应该 嗯 应该就是这样的 可能是 这样 诶 就是这么一个头骨搞回来的 然后处理一下 就可以当躲避俑了 嘿嘿 这个当躲避 霸气是吧 可以从这钻进去 然后 然后就装不出来了 诶 好像就是从这钻进去 就装不出来了 好了 那这个 视频现在就乐这儿了 这个很 很脏 带手套呢 一直 就乐这儿吧 感谢各位吃饭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呀呀呀呀呀 就收饭